C罗所在的利亚德胜利作为沙特联赛土豪球队 也是在本赛季世界杯结束后就花费了重金买来了C罗作为球队头牌 并且想要通过不断购买大牌球星打造沙特超级球队 而且比较离谱的是 利亚德胜利在这个下窗也是在签约中遇到了相当奇葩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签约齐耶和的时候 本来是即将达成签约 但这位英超球星居然是最后时刻出现了体检不过关的情况 导致了签约最后直接作废了 而另一位一甲球星毕罗也堪称相当奇葩的签约 本来利亚德胜利和国米方面达成了转会费 支付给了国米1800万欧元的转会费之后 国米方面也放走了毕罗 但是目前利亚德胜利居然是被禁止引员了 原因也非常奇葩 因为他们之前在莱斯特城的转会中 欠了对方39万欧元的奖金 但是就这39万欧元的奖金 利亚德胜利居然是欠钱不还 直接拖欠了对方的奖金 要知道39万欧元的奖金 对于利亚德胜利来说 其实就是毛毛雨 毕竟他们签约 C罗开出来的年薪都是2亿欧元 可以说这个欠钱丑闻 也让外界嘲讽他们是假土豪球队 为了这么点奖金都能够拖欠这么久 而毕罗的转会也遭到了制裁 虽然利亚德胜利花了钱 但被禁止引员之后 是无法注册球员的 而国米方面也不准备对这件事情进行解决了 他们表示球员已经被卖掉了 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C罗也被新东架坑惨了 或是要失去B罗这位一甲巨星的帮助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